蔡莫总长沈一鸣的意外去世 让国人震惊哀悼 曾经跟他合作过的朋友同僚 更是万般的不舍 那么在新竹空军联队 过去一手拉拔他的 他的这个前国安会副秘书长葛光月 今天就忍不住在媒体前哽咽了 而另外呢 同样也是坠机去世的 纪录片导演齐柏林 他的儿子在脸书上就公开了 他的父亲过去跟沈一鸣的合照的照片 他说父亲过去就是因为拍摄空军的纪录片 跟沈一鸣结缘有很深厚的交情 当时沈一鸣对于拍摄就非常的尊重 完全没有官大学问大的官僚气息 那么齐柏林的儿子还透露说 在两年前父亲在花莲坠机罹难的时候 也就是沈一鸣跟空军协助家人 把他的父亲遗体从花莲运回台北 没有想到两个人都坠机身亡 令人不声唏嘘 有请沈上将一鸣先生 两年前纪录片导演齐柏林搭直升机出世 当时担任空军司令的沈一鸣 现身功绩致哀 原来齐柏林拍摄一连串空军救护队的纪录片 跟沈一鸣结下缘分 齐柏林意外逝世 沈一鸣就出手帮忙 父亲在花莲过世之后 那时候遗体要从花莲运到台北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不管是坐车坐火车都很不方便 我父亲最后一程能够走完 也是仰赖空军跟董事长的帮忙 看到沈一鸣也跟父亲一样 搭击失事 齐柏林的儿子难过万席 就在脸书po出沈一鸣 跟父亲的合照调念 真的就很累 真的哭 真是可惜 谈到沈一鸣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葛光月 忍不住哽咽 到三种灵堂调夜沈一鸣的政要中 他跟沈一鸣的交情特别不同 从新竹空军基地 他就带着沈一鸣一路到法国 接受幻象2000的授训 以前一手带大 我在当新竹的连队长 他就是我们的中队长 他一直埋头骨干 绝不退缩 然后自己非常努力 大家认为他是模范身 其实他真正是自己努力出来的 难以接受沈一鸣过世的 还有前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合 两人在国防部共事多年 第一时间听到噩耗 罗绍合感性写下 夜已深了 您身上的衣物够暖吗 身上的伤还疼吗 您是我在国防部服务期间 感受到最没有关架子 为人谦虚 胸有点墨的长官之一 我担任发言人那时候处理 这个红仲秋案 因为处理很多外界的讯息 那时候国军的士气跟形象 几乎跌到谷底 那时候工作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那他有一天看到我 非常的憔悴消瘦 他也特别的鼓励我 希望我能够撑下去 特别为我打气 国立下属沈一鸣 也勇于面对军中的制度击毙 红仲秋的姐姐洪慈庸 尽立法院力推军事官退场机制 当时负责沟通的就是沈一鸣 过去很多的军人 给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比较被动 那或者是说他对于一些改变 他比较抗拒 但是这个沈总长他其实 他当时候在推动这样的制度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配合度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沈一鸣过世 228纪念馆也PO出一张 沈一鸣在馆内参观的黑白照片 国军将领到228纪念馆的不多 他就是其中一位 也更显得这位将领 不论是面对军中击毙 还是族群议题 开明温暖的一面 明星文宗报导